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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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他们在医院拥抱的时候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大团圆的时候 就是很凄美的圆满吧 我觉得细节处理吧细节 就是这个反应 就是特别特别惊讶 然后因为我其实很疑惑 然后因为小帅导演我们之前没有见过 然后我觉得他也胆子挺大的 就敢用我 就是你说我这个名字一出去 一般来说 人家看到王源都是 觉得说他就是一个流量明星 可能不太会演戏 就是小小导演敢用我 然后觉得挺感谢他的吧 但昨天晚上其实我跟他聊 然后稍微喝了点酒就聊 他说我说小小导演 为什么你敢用我 他说 他说我其实知道你是 一个流量明星 然后别人说 我是因为流量才用你的 然后导演就 然后说 就说了一个脏话 我就不方便复述了 然后导演说 他说不是的 其实我当时看到你的脸 我就说这个角色 我要用你 他说流量明星也是人 你也是一个 就想演戏 想演好戏的演员 而且他看了我的照片 觉得我有这个潜力 他就 就是发掘了我吧 然后我觉得 就是我们也没有试戏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 感谢小帅导演 他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对 就是之前读剧本嘛 读过很多遍 然后 在剧组的时候 也是尽量要求真实 也就没有化妆啊 什么都没有做 就在海边 当了几天海边的小孩 其实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其实这个人物 他的线还蛮单一的 就是一个被领养的少年 但他其实蛮恨他自己爸爸妈妈 因为他爸爸妈妈 把他当成另一个游行在养 他就是 而且他正好在那个叛逆的年纪 有那些叛逆的心思 就是还 我觉得挺典型的一个叛逆少年 对家庭不满的一个少年吧 是这样 然后呢 但是他是善良的 他到最后 饱含就是愧疚 和那一磕头 然后还有最后 回来的时候 就是真的挺感动的 对是的 他感谢父母 把刘欣从福利院接过来 接过来抚养 但是他同时恨着他们 他们 他觉得他的父母 不是真正的爱他 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替代品 就是这样一个 纠结的情绪在里面吧 但最后 因为刘欣在那个年纪 他心里只想的是不好的事情 想说我父母就是 把我当一个替代品 他们也不爱我 然后也不够买东西啥的 就是毅然离家出走 但到最后 他想明白了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 最爱还是他的养父养母 而且他们也年纪大了 需要 刘欣去报恩的时候 他也回去了 就我觉得 电影结局还是很圆满的 就是非常非常好 这是蛮难的 就是因为 我没有那么成熟 我演员吧 就是还是很感谢 景春老师和永梅老师的刺激 你看景春老师也说了 他说他有很多招对付我 对吧 就是这 就是跟我生气 这是一个招 还有一个招 就是我们拍磕头那场 拍之前 他说咱们先停一会儿 然后 摄影师什么 都休息一会儿 导演休息一会儿 他跟我坐那个床边 我们聊天 聊了很久 就一个小时吧 就是 就是 他聊我这场戏要怎么演 他不是说这场戏 你要看哪 看哪 他说 你要想想象 你现在是流星 你对我们的感情 是多么复杂 多么多么多么什么 就是 我觉得 让景春老师这样的 这样高度的前辈 他能够为了一场戏 跟我讲这么久 当时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佩服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他 对 我自己就是觉得 就是导演啊 景春老师 永辉老师 这么关心我 帮助我 那我肯定得争气嘛 就是 自己加加油 努力 对 对表演有了新的认识吧 就是 你演一个角色 不仅仅是 说出他的台词 做出 比如说愤怒 或者开心的表情 你是真正得融入到 这个角色中去的 你是真正 在那个角色中 你就是他 这是真正要学到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 好的 片子就会尝试吧 不管是 什么类型的 就有合适的角色 或者是 怎么样 就会尝试 想尝试 写这首好歌 写这首爆款歌 对 对 对 我还蛮 还蛮想演一个爱情的 就是 就没有演过 没有试过嘛 就想说 体会一下 就是我 我会去听他 因为我听他的歌 我最近 不是在放那节目嘛 我最喜欢就是 清风跟 杨坤老师 我最喜欢他们两个人 他们每首歌我都听 然后我就去 那个音乐软件看到 他的热评 第一就是 我现在没有感情的吹风机 我就记住这一句了 对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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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柠檬 可以给我们 就是不知道这个词的 观众 就是好像说 比如说我是单身狗 然后你是谈恋爱的 哎呀 就是我柠檬了 就是我心里非常难受 就是这个意思 音乐音乐 就是准备出专辑写歌了 然后筹笔演唱会 对 筹笔演唱会 大主宰 那些什么时候 你先看到 我也不知道 就五六月份吧 四五六月份 然后我回去会去配音 就是会把 其实全都是原声 但是有一些收音 没有收好的地方 会去补一补 对 好